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电话905-888-678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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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役会受监制金令进行投票表决 数百名华人数会成员前往抗议 約客区公车局巴士司机正式展开罢工 区内有六成的公车路线会受到影响 土耳其地震已造成超过270人死亡 预计死亡人数最终可能过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睇星期一 10月24日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印 新闻的详细内容 多伦多市议会今天 周金秀如此负例 进行投票表决 大多伦多地区 几个华商会的代表 在市议会门前举行集会 抗议市议会这项举动 参加集会的代表有近200人 分别来自多伦多华商会 麦西沙加华商会 以及多个华人社区和商会组织 示威者手持反对如此禁令的标语 列队围绕市议会游行 有代表人士说 举行活动的主要原因 并不单止是为了反对如此禁令 而是抗议多市议会 在不公开低透明度的情况下 提出议案 并进行投票表决 此举既違背民主 亦都是对华人的不尊重 为何中国人可以不吃如此 而西方人可以继续卖鲨鱼肉 其他鲨鱼用品 这次下来我们不是 为了本身的利益 是为了中国人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有种种族歧视 据悉 一旦今天的投票通过 各销售如此的商家 将会有6个月的宽限期 以清空存博 宽限期一国 为规出售如此的商家 将会面临最高达10万家元的罚款 目前同样的禁令 已经在墨西沙加、奔顿 和奥克维尔市进行 药克区公车局部分巴士司机 及Viva接运巴士司机 昨天否决了资方的最后合约建议 决定由今天凌晨4点开始罢工 预计区内6成的公车路线 将会受到影响 药克地区受到这次罢工影响的公车路线 多达85条 覆盖了曼港、列治民山、奥罗拉、 新市和旺市等多个地区 令今日市民出门 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由于公车停洗 市民只可以叫家人开车接送 乘坐出租汽车 或者步行前往转车站 代表药克区公车局 以及Viva接运巴士司机的 联合运输工会表示 这次劳师斗分的关键问题 是工资和福利 但公会目前不会组织员工 进行抗议活动 公会代表对罢工令民众造成的不满 表示协议 他还指 药克地区的各位市议员和市长 应该对这次罢工负上责任 并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解决狗分 WOW TV红家论报导 高Transit劳资双方 在最后时刻达成临时协议 避免该公司司机 原定打算由今天凌晨展开的罢工行动 高Transit方面表示 该公司今天的服务运作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而双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 就还未公开 奴方亦会在本周首口时间 周协议进行投票表决 按省乔治亚湾湖湯 近日出现过千只水尿的尸体 省自然资源厅的发言人表示 当局今天开始会清理这批水尿的尸体 根据初步估计 这批水尿的数量大约有6000只 但当局表示 会在今天进行评估 对数据进行更新 而造成大批水尿死亡的原因 亦正在调查当中 自然资源厅表示 以往出现这种情况 多数是因为水尿吃了 肉毒毒素衣中毒的鱼类而引起 据悉 肉毒毒素衣 多数由湖底的细菌产生 在一定状况之下产生毒素 造成鱼类中毒 当局这次将重点清理 位于乔治亚湾东南部的 省立公园海滩 而华萨加比特附近地区的私有土地 将会由业主负责清理 这次的大批水尿死亡 是安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上一次的类似事件 发生在大约十年前的伊利湖地区 当时大约造成 2万5千只水尿集体死亡 WOW TV 洪嘉伦报导 由于毛发对自己的实际年龄 提供足够证明 以过百岁高龄 完成多伦多 马拉松比赛的人税、身格 将毛发逼裂入 建历史世界纪录 这个月16日 百岁人税新格 用超过8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了长达超过42公里的 多伦多马拉松比赛 新格在最后认为 自己一定能成为 建历史世界纪录当中 年龄最大的马拉松运动员 但由于他无法提供足够的年龄证明 建历史世界纪录发言人表示 新格将无法载入世界纪录 新格的教练表示 在印度 新格的出生地并没有提供出生子 目前 除了新格所持有的英国护照 显示他在1911年出生之外 他无法提供任何其他证明 建历史世界纪录发言人指出 护照只能证明持有者的国籍 但并不足以证明年龄 而新格又无提交任何 例如结婚证书、军队纪录 或者手术病历等等文件 所以无法将其载入世界纪录 另外 英国女皇曾经在新格百岁生日的时候 发出的河电 建历史世界纪录也不认可这一项证明 WOWTV洪嘉伦报导 转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土耳其东部发生的7.2级地震 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200人 过千人受伤 失踪数以百计 这事是土耳其10年来 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 当局争取黄金72小时救人 总理埃尔多安视察灾区 外界希望施以援手 不过就表示 土耳其能够独力处理灾情 灾后余震多达100次 强度高达6级 当局召集1200多名救援员 深入多个灾区 部分地区通讯电力中断 增加救援困难 而较偏远地区的灾情 仍然未明 并不乐观 预料死伤人数会继续上升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全力震灾灾问 国际救援组织洪新月会 亦派出专家 以及送出帐篷 食物和无铅等物资 军方亦出动军机 云送物资 不过救援物资仍然短缺 地震在当地时间 星期日下就发生 震样距离凡城只有20公里 土耳其位于主要地震带 对上一次最严重地震 发生在1999年西北部 造成超过2万人死亡 震样距离洪嘉林报导 利比亚执政当局 全国国度委员会领导人 贾利勒今天表示 被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 对卡达菲的死因展开调查 除此之外 当局今天也结束展示卡达菲的尸体 利比亚全国国度委员会 早前的声明指出 在卡达菲受伤之后 押送卡达菲前往医院的汽车 陷入执政当局武装 和效忠卡达菲军队的搏火现场 最终卡达菲头部 受致命枪击击 卡达菲的太太 以及第三个儿子薩瓦迪 都要求联合国 就卡达菲的死因展开调查 另外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在21日发表声明说 目前对卡达菲之死的真相 并未清楚 由必要对知展开调查 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 撤回美国朱赘利亚大使 罗伯特·福特 原因是 他的个人人身安全 受到确实可信的威胁 之前 福特曾经因为 背误赘利亚反对派 而两次遭当地民众围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立今天说 在美国 收到对福特个人人身安全 确实可信的威胁之后 福特大使 已经在刚过去的上周末 返回到华盛顿 美国官方指责最近 敘利亚国家传媒 却现了比平时更先动性的 针对福特的文章 对此 唐立分足敘利亚当局 停止针对福特大使的煽动行为 今年以来 福特曾经对敘利亚示威者 发表反对敘利亚政府的讲话 并呼吁敘利亚总统阿萨德落台 而令敘利亚政府相当不满 福特曾经因此 受到冷視敘利亚民众的攻击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中港台环节中会报导 公余申千亿遗产案 终审法院博会陈振聪申申请上诉 案件正式完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